好,在这个单位我们要讲的是 间隔三列加总求和 就是将月份的数量 转变成G的数量 那怎么做,我们看范例 1到12个月 它的销售额是这样子 那如果我要把它变成G的销售额 是要怎么做 那很简单,第一个等号 上,我们先用上这个函数 算加总 算加总,算它的范围 一次要几格?三格 所以我们就用offset 这个地方 然后来跟它讲说,我的起点在哪一个 第一个位置在V2 V2地方 逗点 然后我们要把它用漏 我们目前位置减几减2 减2 因为我从它开始算嘛,说它减2 减2以后呢,注意到一件事情 减2 那因为你第一个 是这个位置没有错,V2储存格 可是当你在第2个时要到V5储存格 所以你一定要在乘上几 乘上3 乘上3 然后呢 算好了位置以后 再来你要不要移动栏位 不用 0栏 0栏 不移动栏位 然后我要框几列呢 我们说过我们是三列为一个 单位 所以我们就3 又括号 那这时候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V2是不能动的 因为你是忘记下扣笔,所以2是不能动,要加一个大多赛把它锁起来 锁起来 然后最后我再加一个右括号 OK了以后 我们按Enter键 它会跟你讲 115078197 115078197 没有问题 点两下 右下则是托好方向点两下 他就会帮你拉下来以后 公司拉下以后 就算出来四季的销售额各是多少 你马上就看得到的 所以 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有没有 像这个 4977 3.99 有没有 都对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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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